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離得有點近 翔光从那边出来 又回到这一个路置的地方 会不会有点低 有点低 我坐高点好像又不太对 这样子又太近 无所谓了 今天这个主题 刚刚睡醒 星期六早上 然后同样的 最近在测试这两个 一个是测试颜色的 Line Meter 或者是测光器 两个测光器 一个是射温 一个是曝光 然后我已经没有用我的白平衡卡 这不同点 慢慢开始有很多体会 不同点就是 白平衡卡 基本上你需要后期去白平衡去制作 当能够前期去搞定东西 这两个可以帮助你前期 拿到准确的白平衡曝光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故意把光线曝光 白平衡全部弄乱 其实白平衡你们也看不出 因为你们的手机白平衡都会对的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有点伤感 但实际上我有一些的很多的反思 今天星期六的时候 我的调色师那一集发布了 老梗 应该是老梗 终于知道那个念梗 以前我一个高中同学也是念梗 中文真的是退步很多 然后 华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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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华 在姓氏的时候 应念华 这个我才想起来 这我高中小学 哎呀那些语文全部丢回给老师了 你还被他骂 然后谢谢 每一位教我中文的老师们 因为你们在老师 在中文上的确让我学习到很多 然后这一集 然后当那集出的时候 的确 我已经 抱着一个被骂的心态 然后事实如归的心态 把那集发飞出去 当 我又想 今天早上打开的时候 应该有很多骂我的声音 反正已经做好心态 可能有 但是还不多 但是 但是也看到 的确是让很多人 想到 另外一种方法 去制作视频 另外一种方法 去拍摄电影 然后所以就来到了 今天这一集 这个的 我的感触跟分享 就是 电影 应该讲 电影的衰退 跟器材的兴起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题目 昨天晚上我看了 一 二 三 三部电影 今天是多少号 今天是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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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二十二号 七月二十 七月二 不是二十二号 七月二十 七月二 我忘记今天多少号 我算一下 今天星期六 反正七月的第二个星期六 然后我忘记多少号 没有带手表 没有带手机 好 这边就讲到 这三部电影 是哪三部呢 我首先看的 就是 陈翔六点半的 从 楼台 是不是从楼台 从 糟糕 名字的就是 从 楼台 你们反正知道 陈翔 六点半大电影 第三部电影 我都看了 陈翔 陈翔导演的 三部电影 第一部电影是废话少说 第二部电影是铁头无敌 第三部电影是从楼台 但我看完的时候 以后可能有一集专门会讲这个很有意思的成员量 我蛮喜欢的 然后第二部电影看的是 第二部电影看的是 是一个动画片叫 Small Food 小脚是动画片 是好莱坞制作的动画片 就是小脚 然后有大脚 大脚就是讲雪山 雪人的动画片 然后第三部电影是 阿丽 阿丽塔 阿丽塔电影 那个两个多小时 我也看到 从制作 从拍摄 从各方面 我都 这个电影我是在我的Apple TV里面 iTunes去买的 后面两部电影是 我在Apple TV的iTunes里面买4K HDR 或者是来看的 然后城乡六点半的电影 从 从楼台 对 从楼台 从楼台 是在YouTube上面看的 然后从画质来讲 我觉得iTunes 或者Apple IT iTunes上的电影 是比较接近电影院 是我看到最接近电影 因为这个可能以后 你们如果有看的话 同一部电影 如果是电视台播 跟你用蓝光去看 跟你上网去看 所有的颜色 所有的感官 所有的场景 都会很不同 而我Apple TV 是我完全觉得 电影比较接近 电视 电视里面看的 比较接近电影 画质的一个场景 第一 它的HDMI漱口 是444 然后是10bit 你可以调制 当然电视要支持 还有那台线要支持 所以声音要击支持 所以这个我是 为什么喜欢Apple TV的 我用了一年了 差不多一年了 但是以后再慢慢 跟大家分享 所以从画质 从享受来讲 的确是后面那两部 外国电影会比较 让我感受到 身临其境 但是从内容 从故事 从打动性来讲 让我印象 24小时之后 印象最深刻的 每个情节 还是陈翔六点半的 从楼台 那部电影 你们可以去看 蛮有意思 很有意思的电影 温馨喜剧 就是说 我从陈翔三部电影看来 我看到它的成长 它的成熟 它的故事 叙述性 它的YouTube 我一直有看 陈翔六点半 每天的那个小视频 很有意思 那视频虽然 白平衡有点不太准确 或者是曝光有点 灯光设置有点比较 随意 但是绝对不影响 故事的叙述性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 两个电影 的衰落 跟器材的兴起 之前我去 对了 那个 从 Primal Studio 叫丛林制片厂 丛林制片厂 它里面大概就 我里面接触到一些人 这人包括是调色师 专业的调色师 包括有像是灯光 就是不是像是一些技术人员 像是一些拍摄人员 像是一些PR工作人员等等 从跟他们的交场当中 然后印象最后 还有一个是老的灯光师 他干了在丛林电片厂 在丛林制片厂 或者就是Primal Studio的 Sonic Center里面 他当灯光师 就是用这种的 不要摔掉 用这种的 灯光 设置灯光 很久了 就刚开始我去的时候 这边 这边 做电影这么有个老头 而这老头好像 什么都不会 哇 这个 之后就让我真的是 大大的打脸 然后当我去到 Sony那个 算Sony Center 它叫Sony Center 不是卖东西的 它就是专门Sony Movie Motion什么 Sony D什么 DM Digital Motion Picture DMP 好像是DMP 对Sony 就是专门是 Sony有那个logo的 那个 你们所谓 Sony 威尼斯那个 就是那个Center 但进去里面就看到 有Sony F65 当然当时 当时准备会有 Sony 威尼斯还没出来 而Sony 威尼斯 好像之后 也有一些的活动 在那边举行 然后就看到 Sony顶级的F65 就是电影机 Sony的F55 Sony的F55 之后 他们就讲解 这几个相机 晶片 哇索尼65 真的是肥 像小肥仔 这样子 然后你进去的时候 看到 哇这个年轻人 就是那个调射尸 他很会设置相机 很会调什么 设置灯光 开器材 那些那个人 很会懂得 怎么安排人 看会有公关 这个导演很会讲话 然后就这个老头手 还有什么都不会 他就静静的 然后直到 他出场的那一刻 就有个环节 就是让你测试 相机的灯光 就发现 哇这个老头 可能是我见过 最厉害的 灯光师之一吧 那种感觉就是 当我坐下来的时候 然后他就 看着我的脸 那时候 是已经设置好的场景 打灯 他就看着我的脸 他就说 你的脸这边 应该是F11 那时候还没有 任何的测光 可能当时 他之前已经测过光 你的这边是F11 这边是F5.6 还是F多少 我忘记了 我刚时没听懂 为什么F11 F56 或者这背景是F F2 还是F多少 我忘记了 然后他就说 讲完以后 然后他就拿出 再拿出他的测光表 然后去测我的脸 测这边 是的 一模一样 所以原来他就是做了十几年 不止十几年 他说 他说我做了差不多 二十几年 三十 我忘记是二十几年 三十几年了 灯光师 他 他经过每一个场景 帮不同的导演 去设置不同的灯光 他说 他用他的眼睛 就可以测制灯光的亮度 跟每台机器 所以当一个场景 当他拍摄的时候 这个机器是 把这一测的时候 好 然后 ISO2000 可能 当时没有ISO2000 比如说ISO200 然后 快门速度 180 180 180的角度 然后光圈 然后所有的电影镜头 光圈都是 T2.8 T5.6 等等 所以 每个机位的镜头 对影员的 从曝光 从色彩上 都会达成一致 这个就当时 他在电影 胶卷 或是可能是胶卷时代 当中的那种的 风光师 然后他就说 今天的电影 很多时候 那些年轻人 当然他还有接受 很多其他不同年轻人 来这边训练 比如说不同大学 来那边训练 他说 现在年轻人 他放个相机 放在一个稳定器上 就以为能够拍电影 是的 今天的器材是进步了 他说 很多时候 年轻人 他都没有 静下心来 好好的去 学习怎么拍电影 其实很多的电影 你会发现 真正移动的镜头 有多少个 你们去看 真正好的电影 真正需要镜头的移动 是多少个 可能不多 你会发现 当以前电影的制作的时候 相机 从来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 或者没人 care相机 用的是什么相机 其实今天我不得不讲一句话 但是这句话的确是 可能是很多电影人的心声 可能是很多电影制作者的想法 当然前天 几天 就四马也发布了一个电影机 很有意思的 就是电影机 现在越做越先进 越做越小 然后电影人的心声就是 其实电影人 不喜欢 太好的相机 不喜欢太好的摄影机 或者不喜欢太花巧的摄影机 应该这样子讲 他们喜欢老老实实 只要能够按下按钮就可以拍摄 所以在Panavision 在电影界里面 Panavision 35毫米 可能是标准 然后在那种电影界 你不能升级 也不能降级 都是用机械的曝光 很多人还是很喜欢 这就为什么今天电影制作 虽然已经技术发展了那么多 但是有一些导演 还是喜欢用那样子的 如果条件允许 或者是致敬允许 都喜欢用那样子的去拍 当然一些年轻的导演 他就说已经老了 我们就要去用Red 就要用Ari 就要用这些 所以当我们去看的时候 今天电影是 其实整个Private Studio 丛林这边 我还跟一个人聊过 那个人就是在里面做 灯光的 他的工作不是 他的工作一是 设置灯光 人家跟他讲 你要多少灯 要F11 F多少 他们里面用的灯 我跟大家讲 他们只用Ari 其他灯 可能有 他们都有 但是当他们有个专业 就是所谓silicon 他说用silicon 那个C800 应该是C800 就两万多块钱的 那个灯 他们会测试灯的Spectrum 灯的每个颜色的质量 不是灯的亮度 是灯的质量 然后能不能达到Ari的标准 在LED灯上市 那么多年之后 他们有些很多一些制作人 还是喜欢用回Ari 旧的LED灯 就基本上 当讲灯的时候 他们要求的是质量 而不是亮度 而不是什么轻巧 所以他那时候 每一个灯进来 去测试的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是去年 应该是去前年 他跟我讲 很多灯都还没有达到Ari的标准 所以他们 在电影厂 他们用的还是Ari 就我说有没有其他的品牌 他说我们有 但是一盏两盏 基本上不用 如果用的话 都是用Ari 因为这不能有任何一点闪失 这边以后再跟大家讲 因为当Ari的灯的时候 你可以调XY轴 就基本上 你虽然两盏Ari的灯 一个是旧了 但是比如说 他灯的颜色 色会偏 就两盏灯 当打的时候 左边跟右边 你的色温要一样 亮度要一样 当它偏的时候 Ari它里面可以调 所以专业的LED灯 它里面是可以 Fight Tune的 是可以调到两盏灯 是从 无论从年龄上 从场上 都能够达到 一样的灯的质量 所以这个就是灯的效果 好 回到这边 所以它是一个 已经做了很多年 关于灯的人 他就专业这种 他也不懂相机 他也不懂 什么S-Log2 拍摄什么 他就是专门做灯 专门做灯 他是一个可能 三十多岁的一个人 他说 我也很想 他看得出 他的工资不是太高 因为他是没有车的 然后他是听着耳机 很便宜的耳机 上下班 所以住在伦敦那边 生活也是很有压力 所以很多时候 你不要以为 拍电影的人 都会有钱 很多时候拍电影当中 有很多低层 这个就是他的工作 这个就是他的一份薪水 就像你跟我 像倒垃圾 可能扫大街 可能煮面 可能是做很多东西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作 不用太羡慕他们 然后跟他聊起来 他反而都很羡慕我 这个人拿着一个 当时我没用索尼AR 我用索尼H 你用的是索尼A7S 他那时候都很好奇 他说我很知道索尼A7S 但是我买不起 你知道他讲了一句话 我买不起 当然我听到这句话 我以为你们做电影的人 都是很有钱 他说做电影 那是公家的钱 但是你这相机太贵了 我买不起 他只买了 如果没记住 他只买了一个佳能 二手的佳能600D 他说我就想拍拍视频 所以他每天接触的是 很昂贵的设备 但是自己的设备 未必会那么的昂贵 的确是一种负担 所以你不要以为 拍电影的人都会有用 有很 出来一些 所以就为什么 在我 你们知道那个调色师吗 之前跟大家讲调色师 那时候他好像 每天用了达芬奇的色彩 Yeah, you can go OK 每天用的是达芬奇的色彩 调的 他那个显示屏 旁边的显示屏 是我看过OLED 就是 差不多30万人民币的 那个显示屏 4K的OLED的显示屏 那是给专业人去调色 还有旁边的就是 索尼的A1 然后录影机 然后投影机 那个就是 基本上就是跟你们电影 所看的投影机的颜色 是一样的显示PTree 这样子所以 他要调给 蓝光调给什么 他那边OLED可以去调 如果要调给电影音的话 他可以 那边调了以后 再放去投影机去确定 给电视台 709调的时候 就用电视来去调 所以大概他就 基本上三个地方 他就调了 每天用着那么贵的 调色设备 然后他说 我刚刚买了个 索尼A7R2 他说他也是存了很很久的钱 才买了一个 自己买了一个索尼 他说很不错 他说色彩很不错 他自己虽然在索尼里面工作 但是索尼里面 要他一直去买索尼 所以大家就这样子 所以当我看的时候 发现 其实当这些专业的 很专业的人士的时候 他自己用的设备 可能都还没有一个 普通拍摄Vlog的人的设备 可能这样子有点炫耀 应该这样讲 可能都没有想到 你用专业设备 你就一定是专业的人 所以要带出了一个 就是信息 就是很多 真正在电影里面制作的人 他们自己所用的 未必是很好的相机 很专业的设备 所以当拍摄电影的时候 是一个工作 是一个艺术的创作 是一种享受 所以在以前拍摄电影的时候 电影的相机 是没有设置在那边的 就相机 再拍 怎么又来 什么声音 等下录制 终于停了 打到我的思路 警报响 所以很多时候 当拍摄电影的时候 他前期 他有几天 是相机完全没有拿出来 他的相机没有租到 就在前面的时候 就用演员的走位 演员的表演 用测光 然后设置灯光 当相机拿出来的时候 他就把 测制灯光的参数 一输相机就可以拍摄 这个就是效率 所以 以前拍摄电影 制作电影的时候 他们很注重演员的表演 台词的运用 然后 氛围 灯光的运用 等等 所以当你看 当初香港 黄金电影 那段时间 当我们看的时候 追求的并不是画质 追求并不是什么 慢动作 会有慢动作 但是那慢动作 都是模糊的 慢动作 然后今天 我们相机 是越来越好了 我们拍摄的设备 是越来越方便了 我们制作东西 是越来越 有效率的 但是我们发现 很多时候 这些好的设备 反而成为 我们制作当中的一个 把我们焦点 已经从真正一个 表演的舞台 转移到一个器材上面 这个就觉得 有点本末的导致 所以那些发现 到今天为止 很多人看电影 你会不会选 这个电影是 用Red拍的 我就一定要去看 这个电影是Ari拍的 可以去看 这个电影是Panavision拍 一定要去看 所以我们看电影 未必会选择 这电影是用什么机器拍的 是谁拍的 比较重要 周静思拍的 那就去看 我个人是周静思的名 所以当你看的时候 这个就是 当我们看电影的时候 电影的表达的艺术 很多时候我们 慢慢的很容易 把电影中心的那一部分 移到不重要的器材当中 因为电影 它是一个 天马行空的想法 去虚幻东西 这些器材能够帮助你 实现的电影出来 这件有意思 比如说武打片 比如说 情感 比如说一个纪录片 比如说一个感情片 然后调色 也就是器材当中 那一小部分 帮助电影 更加好的去 叙述 叙述 所以我觉得 器材不应该成为一个 我们追捧 我们 一定要用这个的一个 当然画质 可能你会追捧 但是画质追捧的时候 是有一些把关 但是 就像我之前所讲的 那三部电影 今天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陈翔六点半 在画质上是绝对输给后面 画质跟制作上输给后面两个电影 但真正打动我内心的时候享受看的 所以应该等一下回去看 如果有时间 我回去重看一遍 可能是 重别楼 再看一遍 是不是重别楼 重别楼 我忘记了 哎呀 我真的是继续不好 但是 另外两个电影可能看过后就不会再看 所以 你可能看过那么多电影 相信 在你生命当中 你印象最深刻的 或者是最喜欢的电影 不一定是画质打动你的电影 不一定是画质最好的那个电影 既然到今天 我最喜欢的那电影 还是Back to the Future 回到未来 一二三 很难去形容 从拍摄的手法 从环境的应用 从故事的情节 从人物的转接 让人都会有一种 很享受的感觉 所以这个就是电影 现在电影慢慢 好像很难再去突破 而在器材上 我们技术上就不断的去突破 并不说不好 而是当我们去突破的时候 拍摄电影就一定要用新的技术 一定要用震撼的产面 一定要用什么 其实很多电影 你从很细角 很细小 很微的情况下去制作的时候 也是可以打动人 或者我就大概讲讲 从别楼 还是从什么 陈江六一半的电影里面 有几个很有意思的场景 它的拍摄场景 没有豪华的汽车 刚开始就在公交车上 去完成这个故事 公交车上人与人之间的 那种的亲密接触 可能悲不得已 但是却是很平民 很平庸的一种叙述的表达 就表示这个故事 不是属于什么高富美 CEO 或者什么爱情故事 就是很简单 很平常 在平时我们身边 你跟我搭的公交车上 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当然里面也是有钱的 然后知道 回到大理 然后搭设舞台 拍摄的东西 等等的一些琴斜 一些起程转合 都是很普通 但是从细节 从普通上 却让观众看了 这个就是电影 所以画质上 我不知道 它拍摄的应该是阿里 从后面的简介 我看到他们 是用阿里拍摄的 但是我相信 我看得出有几个镜头 可能不是用阿里 可能我不知道 不太确定 从颜色上 我知道有一些不同 从高光跟阴影部分的等等 成了 我说这个可能是重拍 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并不影响 整个电影的故事的表达 然后再加上 我看的是YouTube上面的 压缩的版本 所以整个看起来 哇 真的是 在画质上不是最好 但是在故事情觉上 但是却是最真实 最接近我 所以这个就是电影的一些表达 拍摄Vlog 拍摄其他的纪录片 却不一样 有些人是跟大家讲 纪录片的拍摄 很多时候你是去到个不知道的地方 你就要马上纪录 拍摄Vlog 像我这样子拍摄的 就是随便说说 随便讲讲 随便听听 哇 不知不觉又讲了那么多了 中间有听那么多 好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电影的 最后讲 但Priple Steel的时候 有聊到Priple Steel里面一个很长置的一个人 他说的确是从那里面 他有辉煌过的一阵子 那时候007很多很伟大的电影 都在那里面完成 一些镜头在里面完成 但是这几年 Priple Steel开始有很多的制作公司 搬离Priple Steel 可能是租金的问题 可能是应允的问题 他里面就讲了一句 感觉到这个 曾经辉煌的 这个电影制作的巨头 开始有点走下坡路 这个是两年前来跟我讲 这是一个新生 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 还是可以看到很多超级跑车 还是可以看到很多 里面还有Red 也有很多其他的地方们在里面 其他的小公司在里面 但里面的租金 从里面的 里面是 如果没记错 里面是不给你拍摄的 所以当时我就不能在里面 但去到Sony Center里面 你是可以拍摄 所以如果你在英国的朋友 你们想去看的话 好像你可以有里面的浏览 还是当时他就请你 请我去里面吃他的cantean等等 但是他就跟我讲 曾经这边都辉煌 所以在007第几集的时候 就是那辆车在里面拍摄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当时最辉煌的时候 但是他跟我讲 在202年前 当时很多公司都在经营 危机上 或者是在经济上 或者是在很多器材上 就很多人制作电影 不需要再去那边煮器材 不需要再去那边 请可以自己去拍摄 器材可以自己去拍摄 就很多时候以为自己都可以搞定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电影拍摄 从严谨性的那一旧的那一部分 可能已经被新的导演所忽略掉 我们就直接买个最贵的相机 放在那边 然后Role G 这样就可以拍了吗 这我们还需要设置灯光 这我们还需要前一个星期去检查地形 用什么镜头 所以很多时候 电影制作太过简单 或者器材太过方便 未必是一件好事 不是说一定不好事 未必是一件好事 在很多时候 这个就可能器材的兴起 反而就在某一些方面 就影响了电影的下坡 这个就是可能打个问号吧 这一集的打个问号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将来可能会有更便宜 更好的器材出来 但是我也希望将来有更好的电影 更能够让人们 让人类能够开始向前 进入文明的一种电影 而不是单单是视觉的享受 而是在生命意义上的信息的传达 是很有意思 好了 这是今天的分享 回家吃早餐 下次见